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星期成绩不错 起码股油价从底部上升 波兰特旗油接近$80.79 但油价仍然会有波动 因为周末传来 特朗普与沙地阿拉伯的皇帝Salman 听说斟店增产200万桶 这是未经证实的 在视频之前 美元对家园上星期特别做了一辑 要留意1.33 因为1.33 一家园等于多少美元 1.33是等于0.75 通常是心理关口 未经证实在下跌至1.31 亦要留意美汇指数95 95在上星期曾经破过 95.55最高 但始终在月底 星期五跌至下跌至95 所以这些价位仍要留意 上星期我预告 今周会尽量每天 产生建议 环绕中国和美国的关税贸易战 近日最热影响过市场最大的问题 希望可以在动乱中拨大务 运一顿 贸易战 贸易战已经变到现在 才可以说是开始入汽浴 因为美国 说关税 执行中国是7月6日开始 今天已是7月 已是3月2日放假 若你们有看荷里活电影 例如7合档构枝 Ocean 11 或最近Ocean 8 全部是女性做的 一开始通常这些戏 都浪费很多时间 找人埋堆去做世界 然后才行动 现在贸易战亦是一样 一开始大家都在找人埋堆 特朗普会找他的人埋堆 中国会找他的人埋堆 我到现在 都不相信特朗普会那么笨 宁愿得罪一些盟友 去进行这宗打击中国为主的行动 我还有些思疑 特朗普一直从他的盟友 是站在一边 不过又做出大龙凤 来一齐对付中国 当我看到在G7会议 先两个礼拜 连德国大姐 默克尔 特朗普有张照片 站在那里 恶死灵灯 看着特朗普 特朗普就站在手 好像很无奈 其他人在里面 做路人夹路人仪 眼光呆滞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照片 可以洩漏出来 给全世界的媒体 而每个都这么造作 整个演员 是另外有少少 怀疑 是做出来的 还有 特朗普无端白肆 一路上飞机 见肥仔 在今时 骂爆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又说他 Weak and timid 又说他 直接骂他 亦不肯签 G7会议结束之后的协议 我觉得 这班人好像做出大龙凤 给人看 他们现在 拆火 好像大家 在斗法 但其实 我觉得有一种 共造作 是掩护着他们 合在一起 分分钟又是 一个八国联军式 一众白皮猪西方国家 和一阵线对付中国 这是我的估计 以很多蛛丝马迹来看 我有点懷疑 我都未敢肯定 尤其是 加拿大总理 好像在周末 游戏出来 和 美国 走一条 线 说 会 抵制什么 又会抵制 那些 钢材 由中国进入加拿大 大龙凤 我怀疑是有根据的 西方国家由股至今 不会让有色人种领导世界 按照我看 在政治方面 美国贸易战 对付中国 现在才开始进入弃股 还有一段时间 上周末 美国财长 明尤尊 急急澄清 说美国不会退出世贸 亦是一个表态 在政治上 在经济上 特朗普的贸易战 因为媒体的沸沸腾腾 令人人心惶惶 全球股市 尤其是新兴经济市场 Emerging market 一直跌 对全球经济 影响到目前为止 也不大 以美国为例 根据总计 只不过影响到0.5%GDP左右 通胀 当然会因为入口关税高 而导致通胀上升 因为货物价高了 但也只不过微升 更莫说 若真的影响高通胀 联储局可以 将现在的加息次数减少 每件事都可以解决 诚言 贸易战对市场心理影响 比实质影响大很多 例如 对生意的乐观性 对消费的信心 对生意的长远投资计划 一定会有影响 在金融商方面 股市、债市、货币市场 都会有所影响 现在大部分影响 在新兴经济国 和靠出口的国家身上 这是即时的反应 日后仍然要密切观望事态的发展 说完这个序幕 今天就给你们一些建议 美国经济九成是国内需求 形成美国的GDP 但如果说美股 就不同了 千万不要认为 一个国家的股市 代表了国家100%的经济 不是的 只是标普500 已经包括很多 多国化的企业 即是multi national corporations 而且超过一半以上的收入盈利 都是从海外 这些在美国上市的海外分公司而来的收入 这情况会对 美国股市 不利 多于有利 现在强美金 会有两个不利的情况 增加货物成本 和减低海外盈利 若然受到海外市场 与及中国的同样关税 抗衡 终于 亦会对美国不利 为什么 A股跌得多 杜指 当然是 美国出手打人 被打的人 会即时受到影响 而打人的 因为人家的报复行动 未完全埋伤 影响较少 但不肯定日后 会否追上 最不好的 现在美股道瓊斯 是位高势危 一定会趁着 这机会回调 不要说它下跌 而是回调 至少回调 10% 或更多 标普500 现在 2700 即是 有可能 会回到 2500 到2600 左右 我建议 沽空 标普500 的期货 这是第一个 建议 第二个是港金 很多人经常在评语栏 叫我港金 但也没什么 机会 近日 黄金受到美国联储局 几乎 贵贵加息所影响 令美元强势 大家都看到 所以黄金经常升不了 仍然是跌的 但以上已经全部反映在美金强势上 本蓝上星期已经提出密切留意美汇指数95 我不是说95不可以升破 只是说95一定有少少阻滞 尤其是我刚发现 美汇指数95是双顶 在技术性分析上 所以 95仍然要密切留意着 上星期三和四 稍微升破了 升到最高是95.5 但在 最后星期五 跌回95至下 已经是3分4次 4分5次 到95 都站不稳 跌回来 你问它是否 已经升到累了 或者是其他理由 这真是不知道 但始终 95到目前为止 都是一个心理上的 顶 的关口 暂时顶 所以 要留意 若美元升破95 疯狂再上 就不要斗黄金 但如果真是95是顶住了 而在那里慢慢下来 我建议 黄金去到1200至1250元 之间 看着当时的情况 是好还是不好 如果美金真的开始下跌 便可以进入黄金 在那里 有很多 我不是一定要去到那些价位 一定要去买 而是去到那时候 还要看当时的情况 现在市场是这样 没有一定 所以这个市场是一个 非常考起人的 在投资方面 的一个 可以说是 大考 到货币 有一对货币 我们一定要保持 就是 欧罗对瑞士法浪 EUROSWISS 通常欧罗对瑞士 在贸易战当中 是最大 行动 由4月份 高点 1.2000 之上 跌至最低 1.1366 上星期五 收1.1564 但 高点跌了500个基点 原因除了贸易战 使投资者走向 瑞士法浪 这个避风货币 之外 亦都因为欧洲方面 意大利 和德国 都在政国上有少少麻烦 意大利大家都知道 因为大宣 跑出了 民粹 德国 默克尔 又跟联盟的政党 关于那些 难民的事情 又有少少阻滞 老实说 我不觉得 默克尔政党方面 会有什么大问题 主要是互相有需要 如果继续继续 当政 不需要再来一次大选 他们亦不敢再来一次大选 因为没有信心 所以我看 应该德国这件事 会顺利搞定 到尾都是 现在只是玩事 所以 我看 如果贸易战 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我不会觉得 特朗普会在这里 软化 他不会 但如果真的会软化 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人真是非常无常 是估不到 这对货币EUROSUITS 可以买上去 因为现在跌了500多点 但一定要 继续贸易战的发展而做 这是继续贸易战的发展 明天继续讲 贸易战的吻米篇 一天会讨人币 一天会讨油价 现在是七月 半年之计在于七 不是七七七 是七 下半年吻米全购这一条七 不要想错 是七月的七 什么事 我得到你 那么多了 我们下词 多说 不会的 你们 我们下词 我们下词 我们下词